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夫人Martin 我们今天在Oshara Hills看戴景观的二手房 我们现在拍摄的这套是在Gloob社区 室内是5280多尺 四车位,四车库 占地是大概近8000尺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套房售价是658万 建商是Toboda 屋住买下来之后花了100多万重新装修 自己没有怎么住过 双开门的路户大门 这是前厅 我们仔细看一下细节 这个吊顶水晶灯非常漂亮 左侧有一个套房 带厅的套房 这是一个套房的客厅 放了一个钢琴 还有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都做好了柜子 这是一楼这个套房的房间 里面是卫生间 因为这房子比较大 有一些卫生间我就不进去仔细拍摄了 这里都经过装修 所以路户的门的墙壁 也是做了木材的贴面 我们进了挑高的一个中庭 非常大气的楼梯 通往二楼 楼梯这边这侧是楼下面储物空间和一个两车位车库 它总共有四车位 这储物空间都很大 这个门通往车库 楼梯正对的就是主餐厅 我们注意看一下它的水晶吊灯 非常精美 主餐厅的落地玻璃门是可以打开的 外面做了一个小的水井 打开之后 打开水井在这边吃饭是非常优雅的 对着非常大气的这个楼梯 然后这个小门是通往厨房和pantry的 这边是厨房pantry 以及通往厨房 我们还是从这个楼梯和餐厅这边走 这个面宽非常好 非常大气的gray room 右边是flaming room 背景墙也是做了装饰 水晶灯非常奢华 所有的不可移动东西 都是固定在这个房子里的 比如窗帘杆 水晶灯是买的时候可以问屋主 让他们留下来 非常巨大的倒台 嵌入式的双开门冰箱 然后这里就是刚才通往餐厅的一个小的空间和厨房pantry 好我们看一下后院 这个后院也是做了精美的布置和升级 先是一个高尔夫球的一个小的练习草坪 然后一个烧烤台 站在这个烧烤台上直接可以看到社区用池 就在下面社区用池 以及社区景观 还有山景 也能看到Fashion Island的高楼 还有Tustin的两个飞艇的 二战时间留下的飞艇的一个机库 回头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建筑 California Loom楼上是一个大阳台 是主卧的阳台 我们上去看一下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烧烤台区域的景观 还有California Loom 也是做了背景墙面的升级 木门的贴面加上电子的壁炉 地上是比较大块的地砖 地砖越大越贵 这里有个半位 楼梯的左侧这边有个半位 好我们上去看一下 楼上还有四个房间 都是套房 上来这边楼梯可以两侧都可以上去 我们往右侧走 先看一下loft 所有的背景墙都是坐着升级 这是loft 从loft走先是到次卧 我们先看一下每个次卧 这是一个次卧 都是木地板 里面是有次卧的卫生间是套房 衣帽间里全部是升级的橱柜 这是另外一个次卧 衣帽间里也是 这个衣帽间没有升级橱柜 这也是一个衣帽间 里面有卫生间 窗户是做着纱窗 再往前走 还有一个次卧 这里还有一个次卧 也是帽卫生间的套房 这个卫生间也是做着升级 卫生间的墙砖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卫生间的玻璃衣门 感觉也是非常高涨 这应该是给一个小孩洗澡的卫生间 淋浴的龙头是比较低 这是儿童房 窗里也是女孩子的形象 好 再往前走是洗衣房 看过洗衣房这一侧就是主卧了 主卧大概在楼上的三分之一的空间 从这个门进去都是大主卧 左侧是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淋浴房也是做着升级的 背景墙面做成黑色 然后五金件是金色的 金色的五金件 黑色的背景墙面 黑色橱柜 金色的这个大镜子 非常高雅 往里走是巨大的一帽间 一帽间柜子做好了 在这个浴缸这边也能看到社区景观 看到下面的游泳池 远处的城市 还有Poja Hills的牛油果山 好 我们看一下主卧 主卧的阳台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主卧的床 床前还有非常巨大的空间 放了一块大大的地毯 这是主卧的阳台 这个楼下就是California Loom 微风吹来 感觉非常舒服 坐在这边喝喝茶 看看手机 这边可以看到自己家院子 还有远处的社区 牛油果山 整个耳丸的城市景观 天气好都可以看到海景 一点点了 还有邻居家用词 好 这是河马夫人Martin在Ultra Hills 拍摄带景观的二手房 这道房子室内是5200多尺 占地近8000尺 售价是658万8888 是比较稀缺的建商tobrider 屋内多处做了升级 屋主几乎没有住过 谢谢大家